如今云 能与长众持一切世界 神通自在 这是不是真的 我们现在接受大臣经教的讯息 你不少时间了 这一句话我们肯定 一点怀疑都没有 是真的 为什么 他的长众 能持一切世界 因为我们的长众 也持一切世界 这是什么怀疑的呢 一点都不怀疑 只是说 他能够见到一切世界 我们持一切世界 而见不到一切世界 我们就插着你 那你要问 我长众没有 没有能力持一切世界 花言经上说 戒子那须迷 有没有念过 念过了 这大臣经论 这大臣经论里面又说 我们在这个经 前头念过 夜朗 夜谋 夜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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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夜沉的 微点 那就是现在讲两次 不能再小了 也就是弥勒菩萨讲的那个意念 那意念里面的现象是什么 有物质现象有精神现象 佛门里面讲的五蕴 四手相形式他具足 这么一个小的位点 佛说了 他能保容 变法界虚空界 一切诸佛刹土都在里头 微尘里头有世界 世界里头又有微尘 重重无尽 这是信的 那么我们这手掌上你说能 能够 多少微尘 微尘里都有世界 这是我们没有能力发现 佛一看 没错 确实你掌中的时候 三千大件事都在你手掌里头 三千大件事是叶佛图 你再仔细想想 无量无边 人诸佛刹土都在掌中 自信没有大小 大小相容 大小不二 这有什么稀奇呢 微尘世界 谁能进去 这个我们在花园上读到 普贤菩萨 能入微尘世界里面 去参许 微尘世界 世界里面 有诸佛刹土 普贤菩萨能进入到里面 去拜佛 听尽 王法 微尘没放大 世界没缩小 比一般经里面讲 戒指纳虚弥 那个意思 更深更悬了 戒财子很大 我们能看见 毛尘 微尘 我们肉眼看不见 这里头有世界 所以这是四十真相 不是比喻 佛与法神菩萨 过过之道啊 所以我们能看见 可能 替我